嗆嗆三人行 馬博士 今天咱們共同看著這個佑婷 為什麼 這賞心樂事啊 所以這個做節目嘛 總得有一個小美女 咱們才那個特別精神 我是 我剛相反 我每次我很多不同的拍檔 佑婷是我最不敢看的 因為她長得像我女兒 我覺得看著她有 有這個不倫的感覺 真的 那上一次你還誇她的大腿 我哪有誇她的大腿 她在越南的那個 請看VCR之類的 對對對 那個照片那個 今天講的話題 跟這種心理啊都有關係 這個美美今天來 不是 佑婷 佑婷今天來 本來是準備講 郭美美 對吧 我們得向這個郭美美鳴謝 你知道嗎 她一個人撐起了我們 至少五六集節目的話題啊 是 而且現在 都可以叫美美三人行嗎 2011年才7月 才上半年結束了 沒錯 這個中國年度 網上風雨人物已經出現了 肯定不會有人打過她了吧 對 我已經準備 到年底盤算的時候 肯定就是郭美美小姐了 我們的冠名可以改為美美三人行啊 但是我就跟你說 還真的是像那天 這個陳丹青老師說的一樣啊 現在很快都過去 多大的事情 很快又過去 我本來準備講郭美美 可是今天我在香港 看到報紙的這個頭版 我一下我決定要講這個話題 但是這個話題 你看看我是多麼樣的操守的這個人 新聞人 對吧 我懷疑這個背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政治動機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政治動機 我不提這個人的黨派的名字 甚至連人名都不提 是 而且因為我也覺得有點同情 你知道嗎 她就是去叫機 去叫機呢 結果被香港這個記者等在那裡 香港記者上一次 她是一個香港一個黨派 這傢伙政治前途可能就完了 香港一個黨派的幹事 幹事啊 你知道台灣的那個叫制服店 你去過 你聽說過嗎 我沒去過 我聽說過 你聽說過裡面的媽咪叫什麼嗎 不知道 叫幹部 真的嗎 對 叫幹部 那幹部叫什麼 幹部 我覺得幹部就是應該是小姐叫幹部 他們叫領導 我們台灣朋友說第一次來大陸嚇壞了 嚇壞了 幹部 他們那邊要叫小姐叫媽咪的時候就叫 叫幹部來叫幹部來 是嗎 對 這個語言很搞笑 所以他是幹事 他呢就去嫖妓 是 他合法嗎 香港按照新聞他去的那個地方是不違法 是不違法 因為香港通常坦白講不抓賣淫的也不抓嫖妓的 他抓那些靠賣淫的人來維生的人 比方說那個叫拉皮條 就是來操縱這個賣淫行業的人 所以其實一買一賣 本身是不違法的 對 法規方面嘉惠早一點查的清晰口齒 為了自己的方便 我就說啊 我為什麼覺得可憐呢 當頭被記者撞著 一下子真是手無倫 不是 語無倫次啊 就不知道該怎麼講 其實我覺得這還是個老實人 你知道嗎 就是我來做訪談 我就什麼 我跟子騰組織過去幹過 就是說他們這個訪談 後來這幫記者啊 我覺得現在記者逼人也是太甚了 這個記者說你怎麼訪談 你給錢沒有 他說我要讓這個鳳姐啊 在裡頭做各種這個性愛的姿勢 你跟嫖客都怎麼做的 就我覺得這個人呢 完全不知道說就說什麼了 哎呦坐在那邊 你覺得可憐嗎 可憐啊 看到照片以後就覺得 就像我剛才也跟你講 我說他還真不是一個真的 就是很玩家的人 不然他就是 不然他不會出來 被記者撞見的時候 還這麼的手足無錯 而且那看起來就是 做錯事的小孩 你看他那張照片 天啊坐在這個 台階上 真是像做錯事 他心裡現在 大概有五百萬個畫面 在那個腦海裡想說 我回家怎麼跟老婆解釋 明天我是頭版 我要怎麼跟那個 我的這個黨 黨主席解釋 天啊這一切一切一切 我想他就一直在這個畫面裡面 閃過吧 沒錯 太可憐了 可是問題是說 你說他政治前途近毀 這個那要看他是扮演哪個 爪勢 因為坦白講看報紙說 這一位老兄啊 也不是出來選舉的人 他不用本身不用去拉票 而且他從事很多地區的工作 坦白講 那個地區可能還是草根地區 因為對於草根的群眾來說 他們有一種我們不一定同意 可是他們的運作是說 他們那個覺得這個事情 不算太離譜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所以說假如他是那個地區 來做這種工作的話 發生這個事情 可能會被人家取笑一下 被囚一下 之後可能他的政治工作 還能夠保住 但是報紙說他自己都好像要考慮 什麼考慮今日請辭 沒有 因為在當時 當時通常的嘴巴是這樣說 或者請辭之後回來升官 這種事情我們常見 但是就有見於此這個新聞 所以我就今天特別想發布 我的一項研究結果 這個論文的題目叫 射子頭上一把刀 我這個研究進行多年 就一半是科學統計 另一半屬於命理研究 你看世界上的事情你發現沒有 你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解釋 但是我過去說 你說中國人保守嗎 但是我看到卡恩 我看到克林頓 說法國人開放嗎 我也看到一個 法國的那個什麼部長 或者一個什麼 就是包括意大利的 這個貝魯斯科尼 是 對吧 還有那個什麼 打高爾夫的那個 Tiger Woods 我現在就有 我有一種感覺 結合身邊很多朋友的體會 我就覺得 這個中國老祖宗講的 是不是有道理 真的是射子頭上一把刀 你可以從很多別的地方解釋 但是你看 人們頭腦中啊 有一種其實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就某些舒服啊 你不能玩的太舒服 你比如說咱古代就講說 隨央帝 玩的太爽了 連自己妹妹你都玩 對嗎 你到了某種程度 是不是天有個界限 會產生 你比如說冠希 對吧 那艷福太大了 你知道嗎 季度又來了 你不能講那個事情 一講那個 你心臟病又發了 那是好摸心臟講的 但我覺得需要講 這樣讓他的心臟跳動一下 可以有這個血液循環好一點 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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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們覺得是不是 我就覺得就是 是不是真是射子頭上一把 包括很多幹部 不是我是說 我們的那個大陸地區的 很多貪官 你發現沒有 對 最後咱要照正經道理講 大家不要揪著他情婦說 除非他情婦 貪了公共利益的錢 就在說 可是你又不得不承認 許多案子的突破口 是從男女關係 這事上進去的 很多情報也是因為 女間諜的關係 是吧 就是總是 這一招履用不寫 雖然007告訴你 就電影演了500萬遍 告訴你說 這個女間諜要小心 就有可能套出機密 可能讓你政治前悔 所以我只想問一句這種報紙 頭版已經恩次了 為什麼男人呢 你們明明就已經擁有權跟錢了 還要去冒這個險呢 為什麼 真的是克制不住嗎 真的是嗎 冒險的時候 當你任何人的冒險 不管是這種事情 還是偷東西 我們看到很多家裡很有錢的人 他還要去違法 為了好小的錢 快感是一回事 另外是說 做違法違規的事情的人 永遠覺得我做的事情 不會有人知道 不會被發現 這就等於斯特拉 發動戰爭的時候 我不相信 他心裡不覺得 這是不對的 可是他總是覺得 我最後會贏 贏的那個人是我 輸的會是你 所以不是說 他們說 不知道這個有危險 他覺得自己 自信心 覺得我一定能夠 超越這個危險 這個自信心是哪來的 男人都是賊 就是賊心 為什麼要偷歡 這個就是僥倖 就是都是僥倖 覺得自己沒事 就是追求快感 那個慾望太強烈了 太強烈了 然後覺得這個概率上 應該能躲得過 但是你就忘了一條 我就是說 這個常在河邊走 哪有不失邪 對呀 一路走多 總會碰到鬼 真是射子頭上 是不是真的有一把刀 我覺得 很少有人說 就玩一次女人 就玩獻了的 大部分你看 這個人出了事 其實不冤 累犯 不冤 就我要去給他 做心理醫生 我就會這麼勸他 爽也爽夠了 真的 你玩得多少了 對吧 不冤 但這個東西 就像是毒品一樣 你會上癮的嗎 既然一次透過了 第二次透過 膽就越來越大了 反正再下去 你根本已經就忘記 第一次的那種恐懼了 你第一次恐怕會恐懼 但你跨過這個線了以後 你就會已經忘記了 所以呢 到五六次以後 他已經不知道自己玩了幾次 其實 所以你就也就放 女的又怎麼樣 女的又怎麼樣 連郭美美 說這個導火索啊 這個線頭 可也是射子頭上一把刀啊 都是男女關係這起的嘛 文濤他這個問題 其實可以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都同意 所謂射子頭上一把刀 特別對於某些專業來說 坦白講 他假如今天只是一個普通的做生意的人 或說路邊的攤販小販什麼無所謂嘛 也沒人拍他當然 可是對於說 比方說他是老師 他是那個政界的人 當然就是那個比較危險 所以那把刀也有大刀小刀中刀的差別 可是問題還是要退回一步 問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讓這個那麼好玩的事情 頭上要放一把刀呢 是什麼樣的一種保守的制度 會讓這種事情會變成 有危險呢 嘉賀也發出了他對社會的呼籲 對嗎 我們廣告之後接著探討 槍槍三人行 廣告之後見 你看馬博士 我們這個香港嘉賓 他就是不一樣啊 去廣告的時候 他在撕我們這個報紙上的 這個什麼 這是什麼版呢 葉總會招工的那一廣告版 是吧 咱們可以看看這個高尚斯文禮貌 富二代第一分會 現在葉總會招人都是這個 嘉賀博士你說說 你為什麼 你說吧 我說了他們也聽不懂 說要找28名豐富經驗 資深超級女經理 這個奇奇方方 均均一一加加零零 對其實我注意到這個 是因為本來我們說好講 郭美美事件 也可以講 也可以講 我覺得美美這個字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很俗 會取美美 這聽說不是真名字 你說你父母親給你取這個名字 沒辦法嘛 就佳輝多土 你沒辦法 可是當你自己為了某些理由 去替自己取名字的時候 你還叫自己做美美 我覺得這個人的頭腦 非常有問題 我這個用竹佑婷出來的時候 我剛開始當藝人 可是我剛才當藝人 然後我覺得這個名字 是我爺爺取得竹子 從小亭亭玉麗 然後就是對一個女孩子的期許 那我就特別喜歡 可是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經紀人或是那時候在演藝圈 都一直叫我改名字 因為他說佑婷 隨便你去算一個 叫做越簡單 越白痴越好 就是他說 因為你佑婷 沒有人會記得住 我想到這個 佑婷 我想到佑齒吧 佑齒 佑齒 佑齒之類的 或竹子 竹小竹什麼 都比竹佑婷好記 所以恐怕這也是這個 只是讓大家好記 那又在哪個行業 因為我看到這個廣告很好玩 第一個 他是這樣他招拚嘛 坦白講騙女生嘛 騙無知少女來弄 他就說我們這個夜總會是 富二代第一分會 等於說我們客人都有錢 每個人像文濤這樣 有錢人你可以來交往 然後那個我們的舉例 我們的小姐名字 有齊齊方方 真真一一 加加零零 然後他說自由遊 快快樂樂 馬上可以賺十八萬二十八萬三十萬 這樣等等的 而且這個好玩 不需要經驗 不會有色情 不需要喝酒 那怎麼賺到三十八萬 他現在是告訴你說 要色情 要經驗 要喝酒 你說這個喝酒 有些不用幹這個 今天有個新聞 好像是在 我忘了是不是貴州 還是大陸西南地區 有一個26歲的女教師 你知道嗎 被這個校長啊 說陪他們那個縣 還是個什麼地方的局長 什麼喝酒 喝醉了酒以後啊 就被強奸了 被強奸 他是你想多狼啊 這個男人喝醉了酒啊 這個女的啊 她躲的 把灌醉了以後 她躲在派出 她不是派出所 她躲在洗手間 她不出來 後來強奸她那個局長啊 從那個搬了個梯子 搭在那個女洗手間的窗戶上 爬進去 就把她那麼強奸了 強奸了 所以她後來她去報警啊 說這個當地派出所 還是一個什麼警察呀 還是什麼 還跟她說什麼的 說戴避雲套就不算 戴避雲套 這香港這個什麼 這個黨的這個人呢 這個幹事啊 她也是說 說我到那個地方找鳳姐啊 是就是交給她戴避雲套 這個你怎麼看 沒有因為她當然是想這個借口 就像我剛說她是地區工作 她可以說我地區工作裡面是負責這個 我也借出不同的草根 要幫他們 她的這個鳳姐也是草根嘛 我需要去教她來防治艾滋病 我覺得她凌急凌忙 就只好講講這種事情 可是我覺得 我剛來修訂你的論文題目 對對對 設置頭上一把刀 我提的第二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都明白為了某些理由 不管是政治還是權力鬥爭 讓奢這個事情變成危險 我們都明白 可是真正值得探討是說 為什麼呢 本來奢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是的 因為這個社會不能只有法律 來規範這個社會的運作 最高比法律最高的 我認為是道德 所以呢 當你對一個政治人物 或對老師 對特定職業甚至記者 的一些要求 你會比一般的人要更高 所以這些人主導著整個社會的運作 如果這些人的道德觀都沒有 那他還要帶領這個社會 什麼叫高什麼叫低 對 那麼又婷我們要問你一個問題 假如說有這麼一個男人 是 他對這個性啊 愛好者 他愛好這個東西 是 那麼他呢每天跟一個不同的女人去搞 當然是自願的 是 自願的甚至都不見得是有錢的 人家可能長得像金城武呢 對吧 那麼對這樣一個男人 你認為他這個行為是不道德的 不是他如果沒有結婚 夠 是可以的 假如結婚他老婆要容許呢 但是法律上 跟大家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可能就是 那現在就是你看這個 為什麼每次發生這些事情 老婆就要陪先生出來一起開記者會 不管他願不願意他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說如果老婆允許 我們有什麼好說的 這是我們在一般社會概念上 覺得可能還是允許這樣子 對 我跟你說 甚至有些時候暴怒的民眾 連你老婆說的他們都不信 說你老婆同意也不行 我們老婆都沒同意 你知道嗎 這就是搞政治的人的苦惱 我跟你說 我現在覺得世界上有兩件事 把我們變得越來越保守了 哪兩件事 一件是選民政治 是 一件事是商業廣告 你發現沒有 比如說 這個咱們就說商業 為什麼現在這個明星 你搞個婚外戀 你就完蛋了 因為它是跟一串這個錢 商業結合起來的 比如說 對於一個商家來說 說實在的 真的商家 他才不在乎 這個那個 他在乎的只是他的市場 他在乎的只是他的客戶 所以 他是從重的 比如說他的客戶 有80%的人 覺得 不能搞婚外戀 你要找了個第三者 甭管你什麼 我們不喜歡 那麼就會影響到他的銷售 他的品牌 所以他認為找這個明星 越保守越好 最好你從來沒性愛 你發現沒有 這就是常在河邊走 他根本不實行 不是這根本不要在河邊走 那這80%為什麼認為婚外戀是不對的 這個觀念又是誰給這80%的人 所以這是每一個社會這個 或者是甚至媒體 我們一直教導下來的 或者是歷史的一個累積 文化累積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看國外 我們剛剛說 貝魯斯克林那些人 他們沒問題 卡恩回去 他還是可以選總統 克林頓完了這一招 他現在兩個人也很好 這政治前途都很好 但是 這就是在國外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說 現在為什麼這件事情 可以上頭版 他是因為他在中國的社會裡面 那你身在這裡 那你就是配合這個道德 身在建議 我重點在於說 不一定要配合 我們說這種事情 你身在建議 我們要反省說 反省說 或說大家一起討論說 為什麼會我們永遠 現在這種 好像一條村的村民 永遠在圍觀 肩膚淫婦這樣子 對對對 可是時代畢竟是進步的 比方說陳冠希事件 拍照事件 之後也不斷有民意調查也好 市場反應也好 也根本覺得無所謂 覺得說不會說覺得這樣 就拋棄這個偶像 所以當我們說什麼市場 不容許這個等等的時候 往往是一種假設 我們按照規矩 按照傳統 按照以前幾十年的想像 我們想像說 一般是不容許 你有婚外情等等 我覺得那是一個假設 不一定真實 一定要有人出來說話 比方說克林頓事件 我講了好幾遍說 在克林頓事件 在什麼他們的議會 去審判他的時候 有幾十個其中很多是 諾貝爾也講得主 在歐洲的報紙 在美國的報紙 聯名登廣告支持他 標題是什麼 就說請美國國會 不要再信壓迫克林頓 你不要用信這個來壓迫他 他沒事 但是你知道 你看我作為主持人 我就有一個感覺 就說這個公眾 他是怎麼回事 你越保守 是不會犯錯誤的 你明白嗎 好像是保守的人更苛刻 這些開放的人實際較寬容 比如說你很保守 開放的人沒什麼 開放的人可以接受你 他就是很宗教或者很道德 他就是這樣的道德 開放的人不會去罵你 對嗎 但是你要是開放 保守的人會不能容忍你 他不會說 其實這個道理按說很容易講明白 你不這樣就行了嗎 你為什麼反對別人這樣 但是我注意到 有些極端保守人士 他有這個特質 就是說我不這樣 你也不能這樣 明白嗎 有點意思 槍槍三人行 廣告之後見 香港今天另一份市民大報的這個頭版 發出來的這個圖片 其實馬博士很感興趣 所以為了滿足他呢 我們也放一下 這也是今天香港的大新聞 制服誘惑 警方好像現在就好像內部要檢討 說是這個覺得警方覺得挺丟臉 是因為傳出來這些警花 拍的這些個玉兆了 玉兆了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腿啊 扭到玉的程度 你很挑剔 跟又婷的就沒法比 因為有很多專業 你再看一張 你再看一張 他有他的規範 我一開始沒看出是男是女 後來我發現是警花 重點是他拿了槍 煞爽英姿五齒槍 對 來了 佳輝博士評論一下 因為就像這個也好 還有律師啊 以前香港發生過一個事情 其中一位男的律師 他就穿成好像超人一樣 把內褲穿在外面 拍一些宣傳照片 結果呢 就被律師公會來告他 不是告他了 按照他們的規範來批評他 還甚至威脅說 把他的律師牌停掉 為什麼呢 我們覺得律師沒有關係 他作為一種專業 他一定要維持他神聖的 被人家尊重的那種 就像你剛說的 安全的保守的形象 警察是一個 所以這種會成為頭條新聞 我們一看當然是覺得 蠻好玩的 在香港才發生的事情 不是你提的問題 好像不是這個 你是說 我們應該談談那個永恆的問題 為什麼男人喜歡女人穿上制服 就覺得很性感很誘惑 你怎麼問我 我不是男人 女人有這個愛好嗎 沒有 我不覺得 是嗎 你穿過制服嗎 我們穿過制服 我學生的時候不是穿制服嗎 但是我跟你說 連主持人都會 我們不是播新聞 很有這個制服嗎 但是很多男生都會問你 就是要跟你約會說 接著下來為您播出 珍寶總動員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因為一句話 你能說出理由嗎 為什麼男人對這個感興趣 是神經師 是神經師 和我 Tina 你不太太 你不太太